靠,你到底是谁? 对方冲着顾飞吼叫 我不说了吗,我叫千里一醉 顾飞回答后却突然有些回过味儿来 这人刚才这一吼声音放高,嗓音明显变得尖细 顾飞再一细细打量这个一直没给自己机会观察的正脸 呼得一愣 你是个女的? 虽然一身厚重的铠甲头盔 但头盔下的样貌显然是个姑娘 虽然正是咬牙切齿的模样 却还是掩饰不住一脸的清秀 听得顾飞这话 突然手朝身侧的口袋一塞 呼一下,在抽出来时带着浑厚的风声 一把龙头巨斧已经赫然出现在顾飞眼前 更可怕的是,这姑娘只是单手举着这柄巨斧 而她的另一只手隐隐有虎抱待发之事 似乎随时有可能伸过来 捏住顾飞脖子,将她拎在半空中 再用那巨斧削成面片 怎么?你有意见吗? 姑娘的声音又放低了 抛去了间隙 回到低沉 又略带雌性的嗓音 没意见 顾飞眨了眨眼 不可否认 这姑娘的气势相当强劲 那你,是什么意思? 姑娘的巨斧就悬在顾飞的头顶上 我的意思是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把麻袋帮我扛了回来 说实话呀,我扛它很是吃力呀 顾飞说 姑娘明显有些发乐 这袋东西就送给你吧 顾飞把麻袋扔到姑娘脚边 谁要你的东西了? 姑娘说 我还有些事先走了 顾飞摆了摆手 转身就走 喂,你 姑娘刚喊了两个字 顾飞已经从街道转角处消失了 三十级的全民法师 那速度也是不容小事的 低着头足足又回过味了半分钟 姑娘忍不住 拿起了顾飞留在地上的麻袋 好奇心的驱使下 还是忍不住打开了麻袋 我只是看看 绝不要她的东西 姑娘这样对自己说着 看过之后 则是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什么呀 什么呀 这都是什么呀 姑娘埋头在麻袋里翻找的过程中 口里不住的嘟囊着 翻来覆去都是这几个词 顾飞着大大的一麻袋里 东西虽多 但说实话 含金量很低 真正看上去会有价值的东西 顾飞当然早就丢到自己的机器猫口袋去了 她又不是脑残 于是 在姑娘花了数分钟将麻袋 细细翻了一遍后 只发现无数的NPC小怪经常会掉 但却没有人知道有什么大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半片砖头 一把碎石子 一个玻璃球 一根烂木棍 凡是被玩家们认为是毫无市场价值的东西 从顾飞的麻袋里都可以找到 最终姑娘得出一结论 自己一定是被戏弄了 也许刚才自己埋头翻麻袋的滑稽模样 已经被人偷拍 过两天就会当做笑柄传上论坛了 想着姑娘将手里的巨幅重重的劈到了地上 碎石子剑 最暴力的战士 用最暴力的武器 这纯属物理攻击 绝不是假的呀 钱理罪是吗 别再让我遇到你 姑娘愤恨地想着 可惜了我的麻袋呀 啊 切 已正来到酒吧门外的顾飞 正在最后一次无比怀念她的自制麻袋 突然打了个喷嚏 盯了定神后 顾飞揉了揉鼻子 抬手推开了酒吧的木门 除了小雷酒吧 云端城里的系统酒吧也不止一家 因为城实在太大 为了方便玩家 更为了方便掏玩家的钱袋 系统开设了多个酒吧 分布在云端城的各个角落 顾飞现在要去的这一家 是相对于来说比较红火的一家 因为这家靠近城门 而从这个城门出去 是目前最多玩家练集的地方 于是这间酒吧就成了大家歇脚的首选 从早到晚 二十四小时人生顶飞 顾飞进了酒吧 已经站好位置的火球眼尖 立刻站起来大叫 罪哥 罪哥 这边 哎 那个谁 顾飞打招呼 火球郁闷 他这边亲热的叫哥 人家那边称呼他为那个谁 难怪周围玩家都拿鄙视的目光扫射他 显然是把他当作那种 缠着高手死套近乎的群众了 不过这也没办法 只怪自己这名字 顾飞如果叫火球的话 他依然是被众人嘲笑的对象 每逢这种左右为难 横竖不是人的时候 火球都有想死的心 坐呀 站着干什么 已经过来的落座的顾飞 拍着桌子 示意还站在桌前发愣的火球 最近怎么样 找到行会加入了吗 顾飞明白火球的尴尬 所以很合时机的 帮助火球转移注意力 果然 火球一听到这个问题 立刻坐下回答 没有 不过物色到了一个行会 正在想发自混进去 是吗 顾飞端起桌上的酒杯 五十同币一杯的红酒 游戏中最便宜的酒类 也是销量最高的 在这里 玩家拿个酒杯 无非就是图个氛围 钱是需要花到更需要的地方去的 是什么行会 顾飞一边问着 一边喝水一样 灌了一大口 重生子惊 火球说 扑车一下 顾飞刚进口 一半的酒水全喷出来了 还好全民法师扭脖子的速度也够快 脑袋一转 火球才没被喷个正着 怎么啦 火球惊诧 顾飞的强烈反应 没事没事 呛了下 顾飞大声咳嗽 随后才随意问道 这个行会有什么特别 醉哥 没看过论坛吗 火球反问 最近没怎么看过 顾飞回答 在玩家互动的版面 以游戏的各大主城为名 画有各个版区 现在各个版区里 有许多行会招人的广告 我就是在咱们云端城的版区里 发现着行会的 火球说着 两眼金光四射 哦 顾飞应了声 示意火球继续说下去 火球却四下窥视了几眼 拉着板凳 朝顾飞坐近了些 压低声音道 随哥 我告诉你 你 你可别说出去 都上论坛了 还怕别人知道啊 顾飞说 不是不是 火球着急的 那帖子其实沉很久了 我是从很深处挖到的 还是游戏开始 没多久立的帖子 你猜这是个什么行会 什么行会啊 顾飞一边拉出 重生紫荆的行会面板 扫了几眼 一边问火球 是个美女行会 火球语气极为激动 六个字 他走音了五个 第六个 阴气不足 他没发出来 顾飞不以为然 重生紫荆的姑娘们 他已经接触过几个了 要说美女吧 那得看如何定义美女的概念了 如果以习小天为标准 那目前见过的这几个都算不上 如果只以有几分 看头就定性为美女的话 那么七月 还有那个叫烈烈的 此外 还有一个自己叫不上名的 可以算三个 如果仅这样就敢声称是美女行会的话 那么在平行世界这种有真人形象的网游里 有些姑娘就会显得很不诚实 很不谦虚 或者过分的歪歪了 怎么样 翠哥 你有没有兴趣 火球问 顾飞苦笑 自己该怎么和火球说呢 我给你念念 他们的行会要求啊 火球说着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 清了清嗓子 第一 独立自主 无过分依赖性 怎么样 我很符合吧 火球又兴奋的走音了 顾飞点点头 的确 有他这么一个刷拐高手 但火球却一直没有跟着他混经验 很独立 很没有依赖性 火球被顾飞的肯定弄得有些心神激荡 迫不及待的要继续往下念 但被顾飞伸手拦住 我相信 普通要求你都符合 只有一条 什么 他们没提他们只收女玩家吗 顾飞说 罪哥 你怎么知道的 火球一愣 人家是美女行会嘛 摆明了就只收女玩家 顾飞说 我不这样觉得 火球一边挠头 一边倒也分析的头头是道 我觉得 他这个要求 只是一个幌子 先吸引美女 然后再借着美女 来吸引其他玩家 是壮大行会的一个手段而已 在吸纳够了一定的女玩家后 他一定会开始吸引男玩家 所以就很需要我这样的资深护花使者了 顾飞叹气 如果不是他已经亲身接触过重生紫荆的人 也会觉得火球的说法有道理 但事实上这帮家伙看自己就像是看瘟疫 自己加入还没二十四小时 已经在着手自己的退役工作 哪里像是一个需要男玩家的行会呀 正盘算着怎么和火球解释一下 突然听到身边有人叫道 千里醉 你也在这里 顾飞扭头 看到了重生紫荆的成员之一 那个被他认为只要降低标准 可以算得上是美女的第三人 被齐悦称作落落的女孩 哦 你好 顾飞起身招呼 火球望向顾飞的眼神只剩下仰慕了 难道学了功夫 在这方面就会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了吗 火球开始琢磨着 是不是应该要拜顾飞为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